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 2021年10月2日,河南猪马殿时,一名13岁的女孩 因为和同学发生了争执,在放下的第一天,在家中喝下了百草空荣药 随后就被送往河南郑州进行抢救 据了解呢,小姑娘在刚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情况还没有太高 在郑州治疗期间曾有过好转的迹象 但是三天过后,小姑娘的病情急转直下 在武警河南总队医院发生了肺部纤维化以后 她的家属已经为其办理了转院,回到了雀山县人民医院采取保守治疗 而目前最近的消息是,她的家人已经放弃了住院治疗 把她接回了家中观察,之后便再没有新的消息流出了 从这里也能够看出,这个家其实已经尽力了 更多的抢救治疗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最后还是那个不变的悲剧结局 那么百草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具有如此可怕的毒性 为何在医疗条件如此发达的今天 医生们都无力回天呢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农药之王百草窟 百草窟也叫草沙克乌宗巴拉伊 是一种高效且剧毒的除草剂 在1882年时,被英国艾塞艾公司首度合成 并在1962年时正式注册并生产作为除草剂销售 百草窟是由比定、金属钠、绿甲丸反应而成 易溶于水,有触杀作用 与土壤接触后很快就会失效 所以是一种对土壤及植物根部没有伤害的除草剂 正是因为这一特点 百草窟已经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使用 它高效的除草效率和极低的土地污染率 使得它收获了众多好评 然而,在过去的这些年中 人们开始逐渐的意识到 百草窟对于各种动物 包括人类都有极高的病死率 如果人类误食了百草窟 虽然不会立即死亡 但是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造成进行性被纤维化 最终会导致呼吸衰竭并死亡 根据实验数据呢 大鼠口服致死剂量为100毫克每公斤 而人收入3毫升即可致死 中毒的死亡率呢 通常在45%到90%之间 其中口服中毒死亡率高达90%到100% 因此,为了防止雾食呢 我国强制要求百草窟在生产过程中 必须添加染色剂 将其染成墨绿色 并添加臭味剂和催涂剂等 使得在雾食后短时间内 导致人体的强烈呕吐反应 然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呢 有93%的百草窟中毒致死案例 都是来自于自杀 那么添加的这些物质还远远不够 根本挡不住某些人的求死欲望 因此,近年来 有部分国家开始禁止生产销售百草窟 我国在2020年时 也正式禁止了百草窟的各种境内销售途径 根据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张伟的硕士论文 41例百草窟中毒治愈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到 百草窟中毒的早期 患者肺部会出现磨玻璃样改变影 肺部石变影 如患者存活到中期 肺部磨玻璃影 石变影有逐渐的吸收范围缩小的趋势 那么病变区域的肺部损害 就可能仍然具有可逆性 如果患者存活到中毒晚期 被组织呈现不严重的纤维造化改变 那么患者也可能会长期的存活下来 但是发现有部分人在治愈后存在有咳嗽的表现 这就是被纤维化的临床表现 基本不肯定 但是可以加以控制 用大白话来说呢 就是如果真的喝下了百草窟农药来求死 人呢其实并不会立刻的死亡 相反 它会给你充足的后悔的时间 往往是一周左右 但是却不会给你任何后悔的机会 很多百草窟中毒者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呢 人是清醒的 能吃能睡能聊天 但是却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情况 在逐渐地恶化 每天只能感受着自己的生命 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当百草窟进入人体后 首先会损伤消化系统 接着就是被血液吸收 而由于人体血液内循环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呢 人的意识就是清醒的 如果人类误服了很大剂量的百草窟 那么被抢救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就拿河南这个13岁的小女孩来说吧 据接诊医院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介绍 接着小姑娘以后 其肺部症状一直在持续地恶化 小姑娘的双肺纤维化越来越严重 随着双肺换气功能越来越差 小姑娘缺氧也会越来越严重 除此之外 由于剧足的作用 小姑娘的肝肾都有损伤 医生表示 小姑娘的病情恶化后 家属提出回家乡治疗 目前呢 她的情况是有一天算一天 而让人心碎的是 这个小姑娘目前一直是处于清醒的状态 所以 她时刻都能感受到来自身体的痛苦 根据百草库的作用原理呢 如果想要快速解毒 就需要在短时间内 大量的摄入钙离子 以去除其活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如果误食了百草库 要立即抓一把地上的泥土 混入水中喝下 因为泥土中含有大量的钙离子 然而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 她的肺纤维化已经不可逆准 只能通过换血 去维持血液削液 并且在血液中的百草库成分 大量的降低后 进行肺移植手术 当然 这是理想中的治疗方案 实际上 大部分病人 根本就撑不到肺移植这一步 就会因为其他脏器的衰竭而死亡 再说回移植 器官移植对患者和医生来说 都是个巨大的难题 患者是否有条件接受器官移植 取决于其自身的身体状况 在进行移植手术的过程中 患者除了要挺过手术中 可能会遇到的重重困难 还要面临术后的字体排斥反应 据了解 被移植手术至今有50多年的历史 1963年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医院 James Hardy博士 实施了全世界的首例肺移植 患者在术后18天死于肾功能衰竭 而我国的首例肺移植手术 发生于1979年 当时北京结核病研究所 新玉玲教授 为两例肺结核患者 实施了单肺移植手术 术后7天和12天时 患者分别因为排异反应和细菌感染 切除掉了移植的心肺 那么即使说 在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 进行过肺移植手术的患者 存活率可以达到80% 但是肺移植依然是非常有难度的手术 除了手术难度以外 肺移植前后期的各种费用 更是压垮了很多家庭人 据了解 完整的肺移植手术 前后期的费用 总计要200万人民币左右 后续根据患者对心肺 可能出现了不同反应 还有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所以说 换费对穷人来说 就等同于是宣判了死刑 河南的这个小女孩的家属呢 虽然没有直说 但是大家都明白 这个家庭在经济上 实在是无力承担了 只能够选择保守治疗 到了今天 虽然小女孩的消息 已经不再对外发布 但是想必 大家心里也都有个数了 这两年 年轻人冲动喝农药求死的事情 时有发生 令人胆战心寒 我想说 医院没有后悔要卖 活着才是一切的根本 世上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 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莫拿生命当儿媳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 以及订阅 我是蓝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